本来计划去前面的核电站发布大餐 看我这还没走到门口呢 就发现有点问题 你们看 我好像是生病了 但是命值也没减少 身体也没啥异常 起初我也没太在意 继续往里走 不过刚走一会儿 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我怕不是去发财的 我像是去投胎啊 周围的环境跟地府简直一模一样 果然 刚走到门口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出现了 突然冲穿一只了六 反手给我一个大逼的 本以为开枪打屏就没啥事了 但周围瞬间传出来 一大片草食脚伤 中间还找到了自爆 你要我说具体在哪个位置 我只能说到处都是 还好我带的是AK加大胆 其实五刷备大问题不大 不过这雾大的属实有点难受 我带了夜市一样 这不正好用上了吗 还不如不带呢 咱还是进去发财吧 兄弟们都说这里面肥的一批 我倒想见识见识 先摸一手看看 这也不对呀 说好的肥的一批呢 难道说东西都在里面 应该是 有道理 进来以后我又发现一堆屋子 赶紧摸一手 我发现群众里有坏人 我真是服了 东西啥也没摸到 我人还走迷路了 这地方长得都差不多 我搁这儿绕了半个小时了 还没走出去 真是 诶 已上锁 这边也上锁了 难道说好东西都在箱里啊 有个屁用啊 我又没带开锁工具 算了 咱还是想办法先出去吧 没走一会儿我又出事了 我的四周开始出现大量阴影 检查了一下身体 ALSC色啊 原来这第一个数值是辐射呀 我的妈 四级辐射病 我怕是活不长了 这下全明白了 想要进入核电站 就必须先做一下准备工作 我总结了三个难题 第一就是如何解决大量丧失 这个问题不大 上回咱不是做了个自招件吧 拿它射高达没啥用 这玩意射僵尸贼好用 第二就是物太大看不清路 这问题我也想好了 安全区里有个卖探招灯灯的 这玩意才一千块钱一个 丢了也不心疼 顺便我还买了一堆签板 再去加工点子弹 直接实现子弹自由 这第三就是解决辐射问题 这玩意就得去地宝里搞防化服 最容易出防化服的地方 就是B3地宝 而且还必须是高级辐射柜 才能开出来 就是这种引锁的 让我试一下会不会出啊 我的妈 我也没想到直接出了 可旁边这是个傻玩意儿 兄弟们你们谁知道我